朋友们好,我们把昨天聊的话题稍微再深拉一点点吧 昨天我们聊到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一下子,就是突然之间 很多情报来源都说他们没弹药了,没武器了,这守不住了,损失很大,阵亡相当相当的惨烈 怎么两星期以前没这事啊,那时候进攻也挺激烈的 后来我就给出答案,人家两星期以前没有尝到北约重武器的这个味道 那只是尝到了轻武器的味道,而轻武器呢,人家不给它设上线 你要多少给多少,健康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跟破装甲导弹 还有各种各样的枪支,还有那个像汉马车呀啥的,基本上都管够 而现在用了重武器之后,马上就开始叫唤了,说我这不够了,那不够了,我马上就没有了,明天就没有了 我给出的答案,就是他不想用原来的那些装备了 那原来那些装备有哪些不好处呢,我也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就是跟我们以前曾经运过的那个前苏联的那个民运产品一样嘛 很多朋友可能没见过电子馆的收音机,跟电子馆的电视机,沃尔克都见过 而且都领教过,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做过 就是纯粹俄罗斯生产的,当然还不是全是他的技术 运你身上意大利的那个菲尔特技术 那个像什么老拉达车,老福尔加车,老莫斯科人车,他们可能都没做过,没领教过 而那些车呢,你现在想一想,它都没有安全气囊 据说现在俄罗斯,现在,当然它很多车辆继续在生产着 像福尔加,阿拉达,还有 因为各方面的制裁,它把它安全气囊又给去掉了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又能够买到那种没有安全气囊的那些车辆了 武器方面也是一样的,苏联生产的那些武器 就是你安装起来,或者是一顿起来,或者是发射起来 或者发射后之后爆炸的那个效果,都非常的成问题 你看,从现在俄罗斯,从二月底开始全面进攻乌克兰 据说它的炮弹70%或者70%都不能够命中目标 打机场,打机库,都是一般打到跑道上,打到那个 就是不重要的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相当的不乐观 这种情况,其实在乌克兰 用苏联武器的时候也同样存在 他们打俄罗斯的目标,如果用苏联的武器 也是一样的,命中率也是相当相当的 就是拉胯吧 另外就是打过去了,可能也跟丢一个石头差不多 可能也不爆炸,然后这个就是炮本身的故障率可能也比较高 以前他们可能习惯了,觉得油准备没有好嘛 而现在呢,用了M777 用了就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那个就是,呃,北约制式的那些重武器 他就觉得好多了嘛,我坐在,比方说是那个法国的那个凯撒大炮 我一个驾驶员,在旁边有一个小屏幕 上面我输入坐标,然后点一个按钮 就发射出去了 就美国那个M777虽然不是这样的吧 他也是非常的亲爱,一个皮卡拉着就到处跑啊 而且呢,就是,故障也没那么多 还有其他的那些炮,他用了之后 他肯定是觉得是好啊,所以他就是不愿意用原来那些了嘛 原来那些说不定是炸糖吧,自己给炸掉了 都很有可能 呃,我昨天的这个节目内容,我就先重复到这里吧 今天我们说点新消息吧,就是今天 呃,就是乌克兰的那个总统办公室的总顾问 他叫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 他开了个清单,他说啊,如果朋友们呢 希望我们把俄罗斯人完全赶出乌克兰 我们需要哪些东西,就是至少啊,需要一千门榴弹炮 都是指的是北约的那个榴弹炮 500辆北约制式的坦克,就是300多套的多关火箭发射系统 类似海马斯啊,等等的,还有两千多辆 呃,现金的装甲车,这清单已经开出了 那他这个清单开出了,下面该怎么办呢? 他不是有一个四十多个国家的这个军事联系会议吗? 在6月15号就要开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官 就是60多个国家的这个大北约的这个头 因为他包含了北约,北约之外的国家也包含进来了 叫奥斯汀嘛,奥斯汀就说是没问题了 给大家丰陪任务,你给多少,我给多少,什么时间到 通过什么渠道到,怎么样去培训,可能就都来了 把这个新闻汇报完,我们再汇报一下,就是 回到以前那个判断吧,你说乌克兰 它肯定就是后面站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算上了 就是一大批的北约啊,西欧的一些国家 他们就对乌克兰这种要求,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肯定都有一个总体规划,可能早就有了 而说乌克兰已经把苏式的弹药打光了的这种消息 也不是乌克兰政府首先提出来的 而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先放分的 就说是俄罗斯的武器弹药是乌克兰的40多倍等等等等吧 这些数据都是英国人给首先提供的 就是大约这么热炒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呢,马上乌克兰就提出清单 说我要1000门榴弹炮,我要500辆坦克 我要300多套多管火箭发射装置 以及2000多辆装甲车 接下来呢,我们6月15号就要开会 开会之后呢,就给大家再封闭下去 可能未来乌克兰全部就换装北约的一些装备 而实际上呢,就成为一个北约国家了 就是在没有加入之前 就已经成为一个北约国家了 这个呢,当然是乌克兰他们想要的了 也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没办法,它只能受着了 好,今天就先聊这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